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人利用这一点帮助士兵们渡过了难关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马上来看看 以前有一个叫做曹操的丞相 他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经常带兵去打仗 有一年夏天 火辣辣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中 都快要将大地烤焦了 曹操带着士兵们在路上走了很多天 水早就喝完了 士兵们渴得不行 又被晒得头晕眼花 有一些身体比较弱的士兵啊 还晕倒了呢 曹操心里非常着急 只好让士兵们在原地休息 他自己呀 骑着马来到了附近的一座小土山上 想看看附近有没有水 可是远远地望去 周围都是一大片光秃秃的土地 哪里有水呀 曹操不由地想到了舒舒服服的家里 有吃有喝的 这时候啊 家人可能还会端上一盘 酸酸甜甜的梅子来尝尝鲜呢 一想到酸酸的梅子 曹操的嘴里呀 就不由地流出了口水 他突然灵机一动 哎 有办法了 曹操兴奋极了 赶紧骑马下了山 大声对士兵们说 嘿 大家听着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 现在啊 正是梅子结果的时候 那又大又脆的梅子 酸酸甜甜的 可好吃了 大家振作起来 加快脚步 马上就可以吃到梅子了 哎 果然 士兵们一听说有酸酸甜甜的梅子 马上啊 精神一震 一个个都忍不住地咽口水 大家都觉得好像没那么渴了 他们赶紧加快了脚步 都只想着早点吃上梅子呢 哈哈哈 实际上哪里有什么梅林呀 这啊 不过是曹操想出来的 让大家暂时解渴的办法哟 不久 曹操终于带领着大家 找到了一条小河 士兵们一边欢呼着 一边跑去喝水 大家解了渴 又变得精神抖擞起来了 他们一鼓作气啊 很快就将敌人打败了呢 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成语故事啦 下面欢迎来到皮皮的成语小讲堂 望梅止渴原来的意思就是 人们一想到酸酸的梅子 嘴里就会流出口水来 因而会有解渴的感觉 不过后来啊 大家又想 望梅止渴 实际上并不能解决渴的问题呢 于是 后来的人们啊 就用望梅止渴 来比喻 人们的愿望很难实现 只能用想象出来的东西 来安慰自己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 怎么运用这个成语呢 嘿嘿 其实啊 我们可以这么说 小明想买一个玩具 但是他爸爸不肯给他买 所以他只能每天 看着电视里的玩具 望梅止渴啦 现在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讲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